人人抗空污 離不開防毒面具 所有人出門戴防毒面罩 是基本陪備 甚至有OL裝上水鑽 閃閃發亮 面罩阻隔污染 也阻隔掉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只剩烏鴉還願意凌晦的窘境 空氣中的污染警報 變得稀鬆平常 但這個詭異的氛圍 只是電影情節 還是未來世界 我要出去玩 不要戴口罩 人民排出無眉家園字樣 為台灣爭口氣 不是胡口號那麼簡單 以鴻海減半作為最高的目標 104年是997次 那今年我們希望能夠先減20% 那108年要減到一半以下 如果沒有完成 像20%這樣的一個目標 我會向院長提出辭職 我會負起政治責任 平PM2.5紅色警戒 占日數下降 環保署長李英元 不惜賭上霧紗帽 但頻頻喊話空氣就會好嗎 現在是藍天好不好 現在是藍天可以見走的 空氣只是在高平地區是紅色的 一個天空 兩個台灣 空屋摸不到 但民眾看得到誰笑得出來 模糊焦點連民眾都有感 2016年底空氣污染指標PSI 改為空氣品質指標AQI 原先代表不良的紅色 拆分為橘色和紅色警戒 紙報從71維克大修到150維克 彩繪紙報似乎分級倒退 國內現在兩種指標很混亂 所以造成我們在預測 或是跟民眾宣導什麼很困擾 因為它兩種指標有不同的顏色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能夠去統一 美其民與國際接軌環保署改制過後 不但熟悉的紙報很少出現 紅害數字更是漂亮不少 PM2.5紅害 高雄我們在104年288站值 105年我們發現到了是256 今年我們看到紅害的時間 變成214 有一些改善 官方環保體系宣稱空氣越來越好 但民眾恐慌沒降低 一級致癌物標準 更為企業大開方便之門 這要從環境上來改變 不是發口罩 把英國的DAQI的PM10的分類帶進來 所以這幾年 台灣的PM10的概念是沒有的 台灣很多都是50以上 60以上 70以上 整整超過世界衛生組織了3到4倍 環團痛批 顏色粉飾太平 數字擾亂視聽 各項標準寬鬆打污賊戰術 PSI換AQI 名稱變了空氣卻沒變好 對